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今世做香港人,死了我都要做香港人 大家暈香港十九區,尋找香港鬼的事 仙人卡,講人講鬼,仙人夜話 Hello,又到每個禮拜一次的仙人夜話 今晚我們又和愛上殺手的妹妹和摩西兩個 Clossover 本來是上來和阿西妹合作明天怎麼做 合作不如進來講鬼故 反正有這麼多貨 我們不可以用for這個字 這個字是第二個節目,與我們無關 有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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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k Moon的朋友你們好 今晚我們依然是Raymond和阿Dee 延續上個禮拜他們未講完的經歷 我旁邊的是長洲的居民,不是賓客 我後面的是十八鄉的原居民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很凝重 我們正在做節目 這是靈異節目 並不是娛樂 你自己一個人 我們一天 我想說你看看那個螢幕 好像有分隊伍一樣 紅隊、藍隊 和我們都黑白 我們女生黑白 我們今晚 剛才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外面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 Raymond和阿Dee 因為他們兩個是原居民 剛剛太平清照過了 長洲和十八鄉都有點不同 剛才你說十八鄉有些 我不明白 長洲要齋戒幾天 長洲 其實是否嘗試過大瘟疫 要搞太平清照 又要齋戒 真的不准吃肉 以前來講 如果我小時候記得的話 之前齋戒 真的到處都沒有肉賣 真的不准賣 不准賣 即是植鯉 有些人走進去 一群島都不像以前那樣 其實我們本身長洲人都會尊重 尊重齋戒 即是個個都是守齋戒 這個真的不清楚 不清楚 但我都聽說有些 其實真的 如果那天吃了雜 真的會肚痛 即是會肚痛 真的會肚痛 很幸好 其實我以前聽 有些人 譬如長洲 其實很流行 早出晚歸 外面上班 上學 其實如果 你本身是長洲人 你在外面吃了雜 也好 你回到來 都會肚痛 即是我小時候的經驗 真的 每個人都聽 每個人都會肚痛 不像現在這樣 可能因為現在的租貴 以前都沒有這麼樸素 可能都會有人買閘 但麥當勞 你覺得麥當勞 都給面子買個股包 即是他不會有魚柳包 什麼包都沒有 沒有 掃股包 我那天 即是我5月1日 那天進去長洲 真的麥當勞 也是在買掃股包 然後我不知為何 那天很想很想吃肉 我發現全部都是掃股包 終於臨到碼頭就走 看到碼頭對面買了熱狗 熱狗 立即衝過去買 然後姐姐一邊做 我說太好了 走到長洲 很想吃肉 那姐姐說 我這條熱狗 這條腸也是掃股包 是掃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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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掃股包 也不是掃股包 如果太平清朝 你有沒有發覺 那麼多人太平清朝 是沒有下過雨的 嗯 就算之前那天 下到九屎也好 之後才下九屎 但那天就很好 太陽 最多是掃股包 就是掃股包 對 掃股包 掃股包 可能會什麼 連年都下雨 因為掃股包 正在掃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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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很少 是的 那幾天 可能零出生率 都會 吃齋了 晚上沒有很安靜 晚上也不是 不但廟那邊 也有些意識 也挺熱鬧的 哦 其實如果是漁民來說 即我媽媽那些 其實本身都是漁民來的 都是不吃魚的 那天有些什麼吃呢 就是什麼 齋燒火 齋滷味 那些一定有 在家裡 罐頭豪豉 豪豉可以吃嗎 豪豉 我之前也聽過豪豉 如果是長洲來說 是齋來的 哦 吃蠔 炸蠔 那些 春卷 腐皮卷 那些 春卷 幾天都是吃那些 吃高粥 春卷裡面都是齋來的 是的 我們有賣 在街上賣的小食 春卷裡面都是齋來的 那你唯一的肉就是蠔 是的 會真的有蠔豉 那幾天 不是開玩笑 吃這麼多蠔 其實都習慣了 多數都 如果你在家裡煮的話 都是煲一口豪豉豉 煲一口豪豉 那幾天都是三天的 是的 去到飄飾 一飄飾完了就可以吃一閘 那阿Dee呢 你們十八鄉 需要有齋戒嗎 元朗和屯門鄉打召 會其中有一天吃齋盤 即是你們不用全村不吃齋 就不用 打召的地方會有一天吃齋盤 裡面所有東西都是齋條魚 就是齋魚、齋雞、芋頭的東西 反正我試過和朋友去吃齋 他很討厭吃魚 進去我第一時間叫一條魚 我發了爛炸 發了桌子 你明明知道我不吃齋 你叫一條魚 我說是芋頭 大哥 不是魚 有些真是搞笑 芋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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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芋頭魚 我說叫一條魚吃好 他就發爛炸 你以為是真是魚 很可愛 對 然後我叫完送 他就叫兩瓶啤酒 我們是不是瘋了 在這裡吃齋 叫啤酒 叫啤酒 也是 我長大的人 是啊 我們交代了長洲的東西 你先說一件長洲的靈異事件 你先聽聽一下 我現在首先說了一個 在長洲西面的 有某一個叫做 蜜園的農莊 現在他們正在做生意 我就不方便透露 以前來說 這個蜜園已經在長洲很久了 最近才開始發展給別人進去 以前是荒廢了 我想超過十幾二十年了 很多蚊 而且裡面真的很… 廢墟 對 好像廢墟 但是裡面 以前真的會很漂亮 我們以前小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人去理 但是它是從門深鎖的 其實我們很好奇 因為它範圍實際太大了 我想起碼有半個蜜園 有這麼大 這麼大 其實裡面有一些很大的水池 平台流角 也有些少少歷史 還有它近海 我們經常安裝進去看 怎麼可以進去呢 有些朋友 以前這枝長洲街的小朋友 一定是到處走 去到處玩的 有一次的朋友說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 然後他們說 用什麼方法 它要到門鎖 不是的 你要走去張寶仔 下面 下面就有一個去水位 它本身 其實它的去水位 其實有幾支鐵枝 封住 我們年輕人 那時候也挺瘦的 我們又在那個位置 鑽進去 進去 其實很多東西玩 你會很開心 它裡面就好像 一些標準泳池 那樣大的水池 都挺高 我們可以跳下去 當一個很大的足球場 可以踢一下球 玩一下足球 其實裡面 那個渠口 其實也挺多美的背後汁 我待會再說一下 當中是我的朋友的經歷 我可以留下下一節 再說 我們倆還有兩分多鐘 那先說一下典故 或者阿Dee說一下 好 我回應一下 你剛才肚子痛的問題 有一年 7月14日 我們自己的村子 也有一些雜族 會在河邊 宵夜派街 是 那時候 我們是下午12點開始 都搞到六、七點 才可以做完所有事情 到四點多鐘的時候 有人叫肚餓 他又問也沒有問 就把前面的製品 他拿了法包吃到肚子 每個人都奇怪 在拜神 不是 在拜鬼 是的 為什麼你會有東西吃 你的包哪裡來 我在那裡拿 你吃嗎 肚痛 不是 挺好吃 說完這句 他說馬上來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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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衝了回去 一吃就肚痛 這麼漂亮 他前後 我想兩三口 人家說完 你吃就肚痛 他快來了 其實他是傻的 那包不是在地下 其實他整盤 我們把東西放在河邊 有水果 野飲 野食 他新來的 他不知道那些是 其實他不是新來的 他也不是第一次做這些 但他那天說肚餓 他就拿起法包來吃 那些包是夾得很漂亮的 真是神推鬼王 砌了一個塔 是的 他就拿了一個來吃 不是第一次知道 不是你吃的 是嗎 是的 還有我們 沒錯 還有我們每次做完 那些水果 我們都不會拿回去人吃 因為我們是拿來派鬼 我們都在河邊 將水果 全部在地上丟爛 讓人們撿到也吃不到 那些包 就算浪費 也是這樣說 都要弄爛掉 但是我要印證一件事 大家試一下 你去拜山 拜完那些東西回來 我發覺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是沒有味道的 是沒有味道的 是不好吃的 是的 拜完神的東西是好吃的 哦 有個法國 你去拜山 通常有燒豬 有雞 回來的東西是沒有味道的 拜完回來的東西 雞是沒有雞味的 沒有雞味的 好像在咬一些肉的物體 但是你閉上眼 你不知道原來是雞 是的 就算你把燒肉一起爆 是沒有味道的 是的 但是我們鄉下就不會 什麼的 我們鄉下就不用 雞拜祖先 是章蘭爺 我們是用鴨的 鴨的嘴骨 我們也是用鴨 是嗎 其實一向都是用鴨的 是嗎 是嗎 我們用鴨的 不用雞的 那些人用雞 不知道為什麼用鴨的 可能用二頭 但是我只要拜山用鴨的 還有就特地 入了一些血 去到一個墳頭 去到很大的太公山 才會的 放了那些墳頭 墳頭 有一張紙在墳頂 有時候是墓 在墓頂 墓頂 那裡 然後染一些鴨血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們不住 對 我又想問那個紙有什麼用 摘著那個紙有什麼用 鴨前 好像是鴨前 一搭鴨前 再做一份紙 一搭鴨前 一搭鴨前 那意思是什麼 可能裝塞 我真的要問問 我經常都做的 我跟我說 是一頂帽子 當它是一頂帽子 前面那個就是遮蔭的 是 就是做一頂帽子 對 以我憑慮就是我所知 很貴的 但是我們鄉下 是鴨前 不是錢嗎 用錢來整頂 是錢的白色 白色 那不是錢 它是散子 原來是散子 原來是散子 好 這節我們 典故說完 待會我們回來說靈異事件 嗯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下次見 吧 我們下次見